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奇迹男孩》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有8.7分 可以说是暖心又励志 讲述了一个本身受到歧视的孩子是如何克服自己的困难 一步步获得别人尊重的故事 电影的男主角小白是一个有畸形的男孩 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送到了紧急手术室 做了35次手术 但是他的脸依旧和常人不同 父母也很担心他,一直都没有送他去上学 但是小白的妈妈很英明 希望他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于是还是决定送他去上学 当小白进入学校之后 因为他超乎常人的面貌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他 也都不愿意接触他 平时小白就戴着宇航员的帽子 但是要去上学 他必须得露出自己真正的面貌 大家派成了两排 看他跟看猴似的 还有一个坏学生总是嘲笑他 说他是个丑八怪 在学校里受到霸凌的小白 受到了心灵上的创伤 小白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觉得自从弟弟出生之后 父母都很关注弟弟 少了对自己的关爱 但是起来很善良 依旧对他很好 尽管如此 以貌取人还是免不了 他在学校也不敢说 自己老弟长得像个愧 所以他参加戏剧社的时候 谎称自己没有弟弟 因为小白开朗的个性 他在学校里交到了好朋友杰克 本来小白还挺高兴的 但是有天他听到杰克说 对他好都是因为校长是这么做的 小白听到这句话非常的伤心 他回到家里 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姐姐看到难过的弟弟 还是忍不住去安慰了小白 第二天杰克跟小白打招呼 但是小白因为昨天偷听到的话 不理杰克 其实杰克一开始跟小白做朋友 确实是一位校长让的 但是时间久了 他和小白已经有了真正的友情 幸好小白乐于助人和开朗的个性 在学校里又有其他孩子 愿意和他交往 杰克一直想跟小白修复感情 却没有机会 有一天一直欺负小白的坏小子 又在背后说小白的坏话 杰克忍无可忍 把坏小子按在地上 休士一顿胖走 打完了架 杰克还跟小白道了线 小白终于原谅了杰克 姐姐也觉得 自己不应该以弟弟为耻 坦诚了心事 结果不但顺利的找到了男朋友 还在话剧表演上露了脸 杰克和小白的作品 在科学竞赛上拿了第一名 总欺负小白的坏小子 也被学校开除了 有高年级的坏学生想欺负小白 但大家都为他出头 小白非常的感动 在毕业典礼上 小白还获得了荣誉奖章 所有人都真心的为他鼓掌 祝福他 看完这个故事 陈欣觉得善良一点都没有错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无论他的样貌如何 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伤害 再说了 这样的科诚你就欺负人家 吃你家大米了 天道好轮回 看坏小子那个结果就知道了 欺负别人的人没有好下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